台湾队在A组关键战中被古巴以7比1击败 无缘晋级 然而,除了比赛成绩外 由宗旨5对拉拉队员组成的经典女孩也成为网络话题 她们的音演影片在国内外都相当受欢迎 尤其是日本媒体几乎每天都报道林湘的消息 去日媒报道,经典女孩的日情和表现让粉丝们为之疯狂 特别是当得知中华队无缘东京时 让不少人感到遗憾 甚至在推特上,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进行至今日 台湾队在洲际球场迎战古巴队 这场A组关键战决定住双方的晋级前景 不幸的是,比赛结束后 古巴队以7比1击败台湾队 使台湾队失去了晋级的机会 而他们的梦想碎片也随之破碎 此次比赛中,台湾队的表现不佳 让他们无缘前进东京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如果意大利队在晚上的比赛中击败荷兰队 那么所有五支球队的胜负记录将会是两胜二败 按照比赛规则,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所有球队的失分率将被用来决定哪些球队可以晋级 哪些球队将被淘汰 然而,台湾队的失分率在五支球队中最高 这将导致他们无法晋级 目前,荷兰队获得了两胜一败的成绩 台湾队和巴拿马队都是两胜二败 古巴队和意大利队分别是两胜二败和一胜二败 然而,谁能晋级 还需要等到晚上的意大利队荷兰比赛结束之后才能揭晓 对于台湾队来说 这场失利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他们可能需要等待四年后的下一届世界棒球经典赛 才能有机会再次参加比赛 更令人沮丧的是 如果晚上的比赛不利于他们 那么他们可能需要通过资格赛 才能获得下一届比赛的参赛资格 本届世界棒球经典赛中 台湾队在A主关键战中被古巴以7比1击败 无缘晋级 然而,除了比赛成绩外 由中指舞队啦啦队员组成的经典女孩也成为网络话题 他们的一年影片在国内外都相当受欢迎 尤其是日本媒体几乎每天都报道林香的消息 去日媒报道 经典女孩的日情和表现让粉丝们为之疯狂 特别是当得知中华队无缘东京时 让不少人感到遗憾 甚至在推特上 台湾败退一度成为热门话题 很多粉丝在留言中表示 为台湾正败哭泣 想见到林香 啦啦队不会来日本了 因为台湾输了 只想见到林香 还有人希望可以败布复活 许多日本粉丝也在社交媒体上放出梗图 来表达自己不能在日本看到经典女孩的心情 其中 一名日本网友放上职棒球员导本号也在场边沮丧的画面 搭配文字写下得知因为台湾落败 在日本看不到啦啦队的那一刻 还有人挖出西日林香与佐佐木朗西合体的影片 贵球好想再看两人同框 总体而言 经典女孩成为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另一个亮点 她们的表现深奏球迷和媒体的喜爱 即使台湾队未能晋级 经典女孩能在网路上掀起一股热潮 带给人们无限的欢乐和回忆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